远景骑着机车巡逻 不料下一秒 身穿绿色上衣的女子 直接连人带车倒在巡逻机车前方 吓得远景紧急刹车 证明正姓女子是一名孕妇 已经怀孕38周 当时机车上还载着一名男童 远景赶紧通报救护 并安慰一旁紧张的小男童 由于倒地的孕妇就躺在车道上 为了避免后方来车撞上 远景同时在孕妇后方指挥引导车流 救护人员到场将女子送医检查 发现证明孕妇因为没有吃早餐 再加上怀孕导致血糖比较低 才会全身无力头晕摔车 首先女子意识清楚 送医检查过后肚子里面的小孩 也没有大碍 已经返家休养 事后她也和家人送蛋糕 到派出所表达谢意 感谢园景们的即可救援 因为若是用路人 来不及刹车撞上 后果恐怕是不堪设想 明日新闻林居民装收听台南报道